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香港想创业的时候发现 算了一些成本跟机会 其实是很难的 你都没敢搭出那一步 你一定觉得肯定不行 但是过来前面 我用这里的成本去算 就发现除了有机会 有权战以外 还有很多爆发点 香港是做不了的 就是观光一个佛山 原来它旁边爱就是广州 然后你东莞有镜 所以整个东西是可以复制得很快 这个是在香港是很难做得到 所以我就觉得同样的成本投入进去 那为什么我不在这边去世 都是需要冒险 但是冒险在对的地方会 对 我通过了司马考试 现在在这边实习 这里就要做青年创业 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蛮大的主持 而且还有这个园区这么好的园区 我相信这里跟地域说 很多未来的比如说美国的亚马逊 或者是中国的淘宝 我觉得西方可能在过去百年来说 的确是大家可能上往的一个地方 不过大湾区的话 现在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机遇的话 如果一个年轻人来说呢 我觉得他比较适合在大湾区 因为这个也涉及到当然以后未来的发展 丰满的一个成长和更大的一个事业成就感 我认为呢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一定是一个世界级的湾区 无论是在科技 商业 产业 移居等方面都属于世界级的水平 那目前呢这个大湾区的建设的号角是刚刚吹响 我希望有更多有志青年能够来到我们大湾区 趁着大湾区建设的东风 然后一起实现个人的成长和事业的进步 我们在这创业的五年也就是见证着它的发展 然后也看到了很多的不同的可能性 我们在江门这边可能它有就是土地跟人力的优势 在香港那边我们可能就是在拿融资啊 或者是拿一些idea的时候 在香港会有优势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利用就是湾区里面不同城市的一些特质去发展 不要怕别人笑你 不要怕别人会质疑你 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 它有那个发展的空间 一定要坚持下去 一切的不可能都会变成有可能 工作的模块或者是不同的功能是真的很多 就对比香港来讲 以前我们没有想象中不同的工作在内地都有 对比香港来讲 那个工作发展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多 对于我们香港来讲 通过大湾区里这个计划 政府其实对我们香港人帮助真的是很多 所以我觉得香港呢 年轻人应该多回来国内去看看 甚至去学习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对比香港人币 但是更加深厚可能